我現在回應問題是關於幾件事 一個是處理我們的內心世界和夢境 夢其實是代表一個人的潛意識和表達 我們如何得到醫治和釋放 在這時候我還未說之前 我都說了我自己 因為小時候家裡有很多變化 家裡有離婚 很多人罵 很多人打 我開始發我夢 還有夢遊 是挺重要的 但是感謝神 一步一步釋放 後來經歷聖靈之後 尤其是我就學習放鬆自己 深信神的愛 深信神的祝福 神的恩典 我就越來越鬆 心情越來鬆 其實那時候都是這樣的 放鬆了 空口的人又放鬆 心情又放鬆 因為聖經說 神會照顧我們一切 所以祈禱時都說 神啊你會照顧我的 你會幫助我的 你一定凡事祝福我的 哈利路日 這些宣告神的恩典 宣告神在幫助我們 祝福我們 感謝天父幫助我們 祝福我 哈利路日 神在我身上有個奇妙計劃 這些會幫助我們的心 去越來越平安 輕鬆 但是聖經說了很多關於神的愛 但是知識和情緒是兩回事 知識有 是否情緒一定會改變 是會的 不過是會慢一步 譬如你說 用一個例子 有一樣令我們很害怕 我們說 不用怕的 譬如有些人 什麼都會怕的 譬如說 有些中國人很害怕 什麼怕鬼 但是他相信耶穌 或者經歷聖靈 你看到 原來趕鬼這麼簡單 趕邪靈這麼簡單 這樣的時候 他就開始知道 不用怕 他告訴自己 不用怕 但是他的心還是害怕 直到他的內心 能夠釋放了這句話 如何由那個思想去到那個心 思想就是由聖經去改變 由那個情緒如何改變 就是當我們一步步 每天都告訴自己 起床 用一種恩典的討告 即宣告神的恩典 加上敬拜、讚美、感謝 感謝神愛緊我 多謝天父愛緊我 多謝天父和我一起 多謝天父祝福我 一起床 就盡量進入正面的情緒 正面的感情 尤其當一怕的時候 更加告訴自己 其實我不用怕 我擔心怕鬼 根本不用怕 有些邪靈怕我的 或者我擔心什麼情況 神是會幫我的 因為聖經是說了 所有的事情 神都會幫我們 這個醫治有時不是很快 原因是因為人的情緒 是多年來積聚 事實上很多人 雖然知道神的真理 但內心依然沒有給神掌管 所以依然有擔心 這是需要時間一步步釋放 以至夢境會越來越平安、興省 夢境和情緒都會影響人的平日表現 影響他會怎樣 跟人相處的時候 因為不開心 我剛才說到釋放自己的情緒 也告訴自己 不重要的 那些人不害到我 這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因為世人很害怕 別人會害到我 而且會擔心 而且會因為人傷害我們 我們就發怒 就會影響我們的生命 但是我們是可以 因為聖經講到 在詩篇118篇第6節 有諸說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走不讓 人不能夠真正傷害到我們 這件事 很多人來說是覺得很難相信的 雖然聖經說是 但是我們看到人的問題 我們就覺得 他會傷害到我 譬如他會炒我魷魚 老闆會炒我魷魚 好像就是人會傷害到我們 但是聖經告訴我們 先求神的國 和他而這一切加給我們 以及神是掌管一切 神會照顧麻將 照顧野地的八花 都會照顧我們 但是很多基督徒 就不太相信這件事 就是說信有神 信有天堂 不過信神在這些困難幫到我們 就好像難一步 原因是因為在實際生活 有時見不到神的幫助 還有有時覺得 還是一種錯誤的觀念 聖經只是一個宗教 宗教怎會甚麼東西都能幫到我呢 其實因為聖經不只是一個宗教 聖經是真的有真實的證據 證明它是真神的說話 是有肯定的證據 而我們可以經歷到的 有客觀的證據 有預言 聖經有很多預言 有科學的證據 有考古的證據 證明它是真實 而且是我們可以經歷到神的平安 興省 祈禱可以經歷到的 醫治 可以經歷到廣邪靈 並且有很多人 他死了 救回都說 他靈魂出竅 證明人有靈魂 看到周圍的事發生 然後有些靈魂去了天堂 看到耶穌 有些人去了地獄 證明真的有天堂有地獄 這些都是證明神是真 如果神是真的 祂是掌管一切的 既然我們信神 就信了 就不要信一半 我給他一個名詞 這個叫信仰分裂症 因為很多人信就信 不過到了生活的時候 又怕神不會幫助自己 如果我們信神 我們就信了 神會幫我 神會為我開路 雖然現在有困難 但這個過程 相信和行動是兩回事 相信神愛我 所以我平安喜樂 這是一個一步 但是相信神的愛 於是我可以放鬆 是另一回事 因為這是行動 首先改變思想 改變情緒 接著是行動 那行動如何改變呢 就是我們不會那麼悶症 不會那麼急 不會那麼緊張 因為我們知道神會幫助我們 就算人對我不好 我也不會那麼緊張 因為緊張、懶惰、懶惰 是會傷害我們自己的 這就是行動上處理 和別人相交 好了 至於說和別人相處 即是先說到和別人相處 有人說一些不好的說話的時候 進一步不給他影響 這又是一個 很多人很難做到的事 就是有人不傷害我們 我們受到的影響 或者老闆剷我們魷魚 我們受到的影響 或者工作上不順利 我們受到的困難 影響了 首先就是心裡的深信 神也能幫到我進行工作 我自己經歷過很多 我本身在經濟困難的時候 神為我開路 由現在一步一步為我開路 以致我能夠有供應 可以去世界不同的國家服侍 這是神的恩典 但我也經歷過很困難的時候 但很困難的時候 神真的在困難的時候 神就開路 神就會做一些人不可能的事 這些經歷讓我們記得 神原來真是幫助 並且我為人祈禱 也有經歷到很奇妙的幫助 有人曾經很多個月沒有工作 因為祈禱一個星期真的找到工作 另一個就長一點的 不知道是一個月之內找到工作 另一個更奇妙 是立即找到工作 立即有人打電話給他 請他做工作 即是說神是真是掌管生命的 我們就心裡面就 神啊你既然是掌管生命 我就放手了 但是有人試過 祈禱找到工作 跟我們相信是兩回事 即是我們不受人影響 相信神為我預備工作 是兩回事 這是需要我們每一天 即是說去親近神 看到神的動在 神帶來的平安慶省 我知道神是真實的 然後我們就知道神在祝福我 於是我的心就可以放鬆 可以慶省 可以相信神的供應 所以我不用擔心憂慮 但同時人都需要做自己應該做的事 需要做甚麼呢 需要找工作 需要學習工作的能力 另外這才說到的是 跟人相處 跟人相處都是一樣的 首先我們不受人影響 我們要學習如何柔和謙卑 別人說不好的說話的時候 不用那麼急躁 有人指出我們的錯 不用那麼大反應 而是 多謝你提我 好吧我會留意 我會努力的 但是當人給我們提議 能夠說多謝 這是一個很成熟的一步 很多人做不到的 很多人會反彈 你也是這樣 你告訴我你也是這樣 那你怎麼告訴我呢 這是一個不成熟的 即是不肯接受的那件事 然後進一步 不出聲 但是心裡有點故隆 又是不成熟的 又是要處理 心裡說 他說我又怎樣呢 他給他提議我 其實我只是有進步 其實是恩典來的 然後第三步 甚至說出來多謝你 這是一個成熟的表現 神教我刻意去克服 刻意去說出來多謝你 去接受這個禮物 有人有負面的說話 我這一樣 首先不受影響 不因為他而激氣 而深信神愛我 神保守我 所以人說的說話 在空氣之一停留 一秒也不夠 那句說話停留 他說你沒用 不要緊 他說完略過了 但是他覺得我沒用 那我怎樣改變這件事呢 其實我們有時很難改變的人 但是你越薄就不會改變 唯有做什麼 我們不給他影響 接著我們越做得好 那就慢慢改變他 有時人不能改變的東西 我們只能夠說 我能夠做到這麼多了 那我就放手 所以這個處理生命 第一就是處理內心 不受人影響 深信神成果一切 然後就要處理自己的怒氣 不讓人影響 就是人的說話 沒有權兵的 這件事 很多人都很難相信的 即是說 一個不信的人 或者一個信耶穌 但是他沒有什麼生命的人 他說的話 他說你沒用 他說你蠢 他罵你 他指責你 我們很難相信這句說話是無權兵的 如何相信呢 就是相信神的生命有奇妙計劃 他說我沒用 我不會變成沒用 我突然間我什麼都做不到 他說我蠢 我蠢了 他不會這樣 他不會這樣 第一 我們相信我們生命不會因為他而受破壞 第二 我們說他覺得我是這樣 我不是這樣 我不是很不公平 但是我們越猛 反而改變不了他 但是如果我們越平靜 他就會覺得 咦 為什麼這個人這麼平靜 我罵完他 他也是這麼平靜 越來越接受我的意見 又不會受我的影響 我們越能夠這樣 人際關係越能夠改善 就是一個內心 為什麼這麼多人容易吵架 是因為他內心吵架 內心不平 於是容易吵架 容易容易吵架 關係有問題 他越處理 他裡面不受影響 然後跟著行動上 就是說我們跟家人一樣 行動上說正面的話 如果有做錯我們認錯 如果沒有做錯 我們都可以多謝他 多謝你 比如說你快點 好吧 多謝你 我會快點 我盡快 很柔和 他所說的都不介意 因為其中一件事 我們曾經說過 神經病的說話 我們會懂得 turn off 神經病的罵我們 在街上走過 無緣無故罵人 你會說他每個人都罵都不要緊 我們會懂得 turn off 但是罪人的說話 我們很多時候不懂得 turn off 不懂得把罪人關掉 其實那個罪人會罵人 好像瘋狂 不過罪人不一定是瘋狂的 但他還是控制不了自己 其實是類似的 不過你不要說他瘋狂 也不要說他是罪人 不過我知道 人都會有他的罪 他會出的說話 我就不受他影響了 我相信我的生命很寶貴 沒有人能夠破壞 於是我就能夠 連刺他 他受了很多傷害 所以他會罵人 而我能夠看刺他 又祝福他 又饒恕他 我就不受他的影響 而繼續保持好的關係 盡量對人磨獄 盡量由何謙卑關心人 我們就能夠有好的關係 這個都會為我們開路 越處理不了生命 另外路越難走 越激氣 路越難走 家庭難 工作困難 侍奉困難 越平安 每一件事都能夠更容易處理 所以這不是單是幫助我們情緒好 而是得性的方法 整個生命得性 我講了幾件事 如何處理不給人影響 不給環境影響 有信心神會幫助我們 內心不給人影響 還會用行動 有時要問神 這個方法 有些人的行動 是每個人不同的 有些人你可能善待他 我是不是善待 不過有些人可以特別對他好一點 他又不會反彈 有些人 他罵你 你忽然間善待他 他可能會反彈 我們那時候 未必特別對他 我只是說 多謝你提醒我 我會留意的 你未必立刻做些甚麼 不要去激怒他 每一個人的處理方法都有不同 這是一個策略 我們需要策略的 處理某些人 某些困難的情況 而如何提升自己的生命 我們除了內心 其實很重要的是跟神的關係 除了內心世界 亦如何學習 如何提升 一個問題是 夢境中看到一些引誘試探 例如有機會生氣一個人 跟一個人爭鬥 甚至色情的試探 人爭鬥 這些是否是邪靈呢 可以是 不過亦可以是人的罪性 因為當人在罪惡的軟弱 那些意念特別多出來 譬如說 他經常在色情的環境 日夜夜都可能會有色情的意念出來 如果人經常發怒 他發夢都會生氣人的 這就是他本身的罪性 或者情緒的問題出現 那會不會是邪靈呢 會的 不過問題就是 有多少是我們自己可以改變 我們又說是邪靈 不代表我們是否 邪靈負責了 我不用負責呢 可以是的 當然有些人有邪靈 他會很蒙蔽 很受控制 好像他的言語思想行為都受控制 那個情況是可以有的 那唯一的辦法 無論他是不是邪靈也好 各方法都是活在神的愛中 時事親近神 相信神的愛 全心愛神 他被色年充滿了 接著他就處理生命中的問題 所有的情緒、罪、負面思想 接著他又奉耶穌明趕那些邪靈 那些邪靈也會走的 即是一步步 有時那個人幫不到 即是自己做不到 就需要別人幫他 可以是邪靈 亦都可以是自己的罪性情 或者就是那個潛意識 抑壓了很多的情緒 那些走出來 這些都是需要醫治 即是如果夢境是 很多事都會是很負面的 就需要處理 需要釋放 詞曲 李宗盛